好,同学们,上一节课我们讲解了关于邮件的一个默认格式的设置 那我们这一节课再来看一下关于邮件的一个默认的样式的设置 那同学们,我们回到Artlook 我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我们在搜取的邮件这里 这个文字的展示 这个字体,我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点击答复或者是点击转发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这个文字的字体的一个格式 那这个字体的这样的一个字体 我们是可以进行设置的 我在这一节课就给你们来讲解一下 好,我们点击文件 点击到这个选项 还是回到这个Artlook这个选项 同学们来再点击一下这个邮件 我们来看,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 是不是有一个性质和字体 也就是说在这里我们是可以去设置字体的 好,我点击一下这个字体 同学们来看,在这里可以去设置新邮件的字体 也可以去设置我们答复和转发邮件的字体 还有就是我们如果去撰写和阅读存文本的邮件 那这个字体我们也可以进行设置 那比如说我为了给同学们去凸显这个效果 我就可以把这个字体 好,我去调整一下 我给他调整一个比较夸张一点的字体 好,那比如说我去找一个 找一个字体 好,那我们去找一个这样的一个方正的 这样的一个摇体 好,我还找一下其他的字体 让同学们看得更清楚一些 像这个右圆 好,我就选择这个右圆 那同学们可以看到右圆的文字还是比较有特色的 就显得这个文字就特别的圆润 好,我点击确定 那这个说法同学们明显看到 这个是属于之前Outlook默认的字体 而右圆的字体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我点击确定 然后再点击确定 那这个说法如果我再去新建一封电子邮件 你们来看这是当前 我们新建邮件的一个字体 我来输入一下 比如说我就输入 这个邮件默认样式设置 好,那这个时候来看 这个文字的效果是这样的 好,如果我现在再去新建一封邮件 我现在把这个先给放弃掉 我再去点击新建一封电子邮件 我在这里再输入同样的文字 就是邮件默认样式设置 同学们是不是看到 这个文字是不是和之前就明显不一样了 可以看到当前的我新建的邮件 输入的这个文字的字体 同学们来看 在这里是不是看到 它就是右圆 所以说同学们要注意 我们新建邮件的时候的字体 我们是可以进行设置的 好,对于新建邮件 我们可以进行设置 那对于答复和转发 我们也可以进行设置 好,我点击这个文件 然后点击这个选项 然后点击这个邮件之后 我就在这里 然后就点击这个性质和字体 然后接下来就可以去设置 答复和转发的邮件的一个字体 好,我再去选择一个字体 给你们来演示一下 我们来找一下 看到这里有没有 比较突出的一些字体 这里面我这里带的字体 还真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 好,那我就在这里 就给同学们再去选择一个 这样的一个黑体 好,这个黑体可以看到 这个文字就稍微有些粗 那我们在这里对于字体的设置 除了去设置这个文字的字体之外 还可以设置这个字形 那为了能够突出这个效果 我就让它倾斜 而且把这个字后给它也加大 好,这样就能够看出这个区别了 如果感觉还不是很过瘾 好,那再把这个颜色再设置一下 给它搞成一个绿色 好,再有就是这个下滑线的线形 我也去设置一下 好,设置成这样的一个点点点的 这样的一个下滑线 好,我去再选择 就这个下滑线 好,然后再有下滑线的颜色 等等还可以进行设置 这个就已经足以突出区别了 好,我点击确定 然后再点击确定 你们来看这个时候 是不是这个答复和转发字体 就已经看到 已经有区别了 点击确定 再点击确定 那这个时候 我再去新建电子邮件 好,我在这里再去输入内容 你们来看 我在这里输入邮件默认 样式设置 那是不是看到这个时候 是不是新建电子邮件的这个字体 还是又圆 好,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去回复这封邮件 那这个时候明显看到 是不是签名都已经颜色 已经发生变化了 好,我这个时候再去输入 邮件默认样式设置 好,同学们来看 是不是我在回复邮件的时候 这个内容就明显 文字样式已经和我刚才设置的 就已经匹配上了 好,我现在放弃一下 我现在如果去转发 好,我在这里去输入这个文字 同学们来看 好,我在这里输入邮件默认样式设置 好,这个时候来看 是不是这个也是和我刚才设置的答复 和转发这个文字的效果是一致的 好,那所以 也就是说我们针对新的邮件 以及答复和转发的字体 我们是可以在这里进行设置的 好,那我们就在这里可以看到 新邮件已经答复和转发的设置 好,那我在这里就把这个重新的改回去 不要把它搞得花里胡哨的 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针对我们的文字 我们要不要把它搞得花里胡哨 否则对方会感觉到你这个人就显然没有一点城府 也没有一点点感觉 好,那我们就把重新的再恢复一下 好,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里应该是有一个设为默认值的 那在这里我这个点击不了了 那我要去重新把它设置回去 好,重新把这个颜色也再设置一下 好,设置成无 那这样就已经能恢复到刚开始默认的一个效果了 好,那我们就把这个文字的效果就已经调整了 好像这个文字的效果还是不一样 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默认点是这个中文的正文 好,我再调整一下 好,把这个调整为中文的这个正文 好,这个选择是中文的标题了 中文正文好,点击确定 那这样就恢复啊他默认的一个文字了 好,特别人注意一下 在这里啊除了这个字体以外啊 我们看到在这里啊 还有一个主题可以去进行设置啊 这个主题啊本来是不想给同学们去讲的 因为这个主题我们基本上不会用 但是呢他这个功能还在这里 我就给同学们再来说一下 我们点击这个主题 这个主题啊我们选择啊 一个主题的一个效果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啊看到有一个笔记本 好,点击这个笔记本之后啊 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他的一个主题效果啊 我点击确定 然后呢可以看到啊在这里啊 它就是用于啊新的itml电子邮件的主题和性质 而且在这里啊还可以去设置啊这个主题啊 它使用的这个字体啊 好,我现在啊就使用它这个主题中自在的字体 我点击确定再点击确定 那我这个时候啊新建一封电子邮件同意们来看 好,这个时候可以看到是不是啊 他就把这个主题的效果给我应用上来啊 但是同意们可以看到是不是很丑啊 而且显得啊就确实没有一点正式的一个感觉啊 所以说让下这个主题啊就是花里胡哨的啊 让人感觉到非常的这个这个这个不舒服啊 所以说我们啊这个主题啊我们就点击啊这个选项 然后再把这个邮件中这个主题啊 我们啊再给它设置一下我们根本就不需要这个功能啊 所以让我们点击这个主题 然后呢就把它设置成五主题就可以了 好,点击确定 那这样呢我们啊新建的这个邮件啊干干净净的不是挺好吗 对不对 好,我点击确定 然后再点击确定 那这样呢就可以了 好,那同学妹啊我们这几课啊就讲解了啊 关于啊邮件的一个默认样式设置 所以啊默认样式实际上更多的啊是对于文字的一个样式设置 我们啊要注意啊如果啊同学妹啊在去编辑邮件的时候 有一些邮件呢啊我们啊需要去使用特定的字体 那我们啊就可以啊在这个文件啊选项中啊 然后找到这个邮件再找到这个性质和字体 然后在这里啊就可以啊对这个字体啊进行一个设置 啊如果呢你的公司里面啊或者是你自己个人的喜好啊 可能啊就想让你的你编写的邮件或者是回复转发的邮件 去变成一个什么字体 那么就可以啊在这里啊进行设置 好那同学妹啊这些节课关于啊邮件的一个默认样式设置 那我这些节课啊就讲到这里 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